今天AT個股推介 第一隻是中石油857 簡選原因是以色列和哈馬斯再爆衝突 上星期油價短暫上升 摩根大通預期 2024年油價處於83美元水平 但石油股股價反映油價預期太低 造成吸納的機會 摩根大通認為 最近油價和石油股股價回調 為中線投資者提供了有吸引力的進場點 摩通指中海油本年累計上升了3.5% 中石油本年累計上升了5.7% 但相對2011至2012年上一個油價超級週期 股價仍然差出一折 指目前石油股現價只是反映 國際油價60至70美元的預測 加上盈利和前一個石油週期相比 有結構性改善 亦有大約10厘的預測股息率 兩者都令到石油股又吸納價值 看好石油 看好公司的油氣開採業務 繼續受惠高油價和更加的成本控制 又認為在油價走勢波動下 公司比單純上油業務的中海油有更加的防守性 另外中石油2022年業績公告之後表示 計劃以不超過各自流通股的10%價格 回購A股和H股 摩根士丹利看 回購有望在2023年下半年進行 將會是股價正面催化劑 摩根士丹利在三桶油當中視中石油為首選 第二種推介港股是友邦1299 內地訪港旅客業務 帶動友邦上半年業務復甦的主要動力 並且有望保持強勁 友邦中國產品銷售 靠銀寶和擴充銷售人手和網絡 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展望未來 野村指出 由於友邦內地訪港旅客業務強勁 第三季新業務價值會繼續復甦 並且預計他們2023年內含價值會上升 2%至704億 而新業務價值按年會上升 2.8%至39.5萬 另一篇雙摩根大通說到 考慮到中國對大灣區的倡議 及保險通計劃 預計友邦的香港離岸市場發展 不會面臨短期風險 又說到友邦產品組合 在整個市場周期當中保持穩健 預計在今年餘下的時間內 內地市場產品的利潤會保持不變 除了香港業務受惠內地旅客訪港的強勁之外 內地的業務亦不乏增長動力 高成說到 友邦進一步擴充內地銀保業務 雖然可能令到他們的利潤率受壓 但部分銀行客戶基礎龐大 例如在郵柱銀行 有3000萬至4000萬的高端客戶 令到友邦產品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投資者不妨等友幫股價回到67元以下吸納 初步大78元 只洩位定在60元 在那邊 還有安排 公司從來爭執 澳門 政策 總算是 剛成本 天安排 若 在其他正宗 地宇宙